庭院养花种菜,离不开筛子 家里的旧筛子网眼有点大 今天准备重新做一个 新手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做 过程很简单 首先去建材商店买一卷铁网 网眼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时期需求 然后再选择一条4乘4公分的方木条 先裁出两条长边 两条长边的两端分别要宽出铁网长度 大约半公分左右 再裁出两条60公分的宽边 最后还要准备4条同样长度的薄木条 4公分宽,大约1公分厚就可以了 这样基本材料就准备齐了 先把框架用螺丝钉固定 木框宽边的中间 再钉上一条小木条 一会你就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了 剪下多余的铁网 一定要确定选用的铁网 要比木条窄半公分 这样以后可以防范铁丝扎到手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薄木条 把铁网固定在木框上 如果你家里有这种金属角称 就可以更好的加固木框 不过没有也可以 这个不大不小的庭院筛子就做好了 原来这个小木条是用来顶住支撑木棍的 因为支撑木棍不能直接架在铁网上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heavy duty的大筛子 就要在两端同时支撑 好了 庭院筛子做好了 辛苦的工作又紧接着开始了 你看小小的一块地 就筛出了这么多的碎石头和草根 庭院筛子还有很多的用途 等以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